湾载向来是香港重要的商业与文化中心 如果要用两个词来概括湾载 我想应该是新旧结合,中西交融 在这里,许多历史建筑被翻新火化 成了香港建筑保育工作的经典案例 不仅如此,湾载也是香港回归的重要纪念地 而作为97年出生的新一代港漂 这里对于我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今天我们乘坐新开通的东铁过海段来到湾载 一探这里的独特风情 港铁会展站所临近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是香港最著名的地标之一 它的面积广大,场馆宽阔 在这里看展,体验十分舒适 会展中心常年承办许多享誉海内外的大型活动 比如香港书展,巴塞尔艺术展等等 走出会展中心 特区最浮盛名的雕塑 永远盛开的紫金花 与香港回归纪念碑就矗立在北侧的海滨广场上 对我而言 历史课本上闪光的金紫金 就是我对香港最初的认识 如今,真正站在这座雕塑面前 似乎童年对香港的向往与憧憬已经得到实现 在这里 我将与游走湾仔多年的时评人刘建威先生一起 了解更多关于湾仔街头巷尾的故事 刘老师早上好 你好 今天特别期待您能带我们来游览一下湾仔 我们现在有看到我们身后的这个湾仔栏屋 它是一个色彩非常明快的一个建筑 其实我很少能在香港能看到这么色彩浓烈 然后这种漂亮的一个建筑 这个房子是蛮有趣的 到今年刚刚好是有100年的历史 然后它原本是个医馆 就是华佗医院 后来变了一个武馆 武馆就是打工夫的地方 后来又做过不同的东西 而过去十多年就由政府保育下来 因为它变成蓝色的 有点偶然的 政府保育的时候就是刚好那个物料柱 只有一些蓝的油漆 所以弄成这个样子 变得有点搞笑 可是也变成了它一个特色 这里就是蓝屋的后面 政府不光把那个老房子保育下来 还在后面开拓了这么一个公共的空间 让居民可以来坐坐来休息一下 因为唐楼有很多 好像蓝屋这样前面有一个露台的时候不太多 而且有100年的历史 所以政府把它保育下来 我觉得做得还是不错 前面还有一个香港故事馆 用你参观你就会更了解蓝屋的居民 他们是怎么样生活 所以有朋友从外边来的话 我建议他们都来蓝屋参观一下 在距离蓝屋三个路口以外 就是俗称洗铁街的地东街 西安琪的洗铁街唱的就是这条街上的故事 如今虽然印刷店已经不在 但每次看到街口的这堆新人雕像 依然会想起这首歌谣 想到这里昔日的光景 这里就是洗铁街 以前整条街都是小型的印刷厂 就是专门印那个洗铁 有先结婚啦 把绣酒啦 然后就在街里印一些洗铁 可是后来因为历史的发展 很无可内核的把那个街道都拆掉 那个历史就消失掉了 可是居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说到湾仔美食 少不了传统粤菜 今天我和刘建卫先生 来到位于宣泥师道的 浙加米智莲一星餐厅 刘家厨房 品尝地道的广东味 这个是叫灌汤饺 是一个广东很古老的点心 里头都是汤 有一点像江节一代的汤包 可是后来很多厨师觉得 做起来很麻烦 结果就把饺子蒸了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汤里头 好像这样用那个皮包做汤的 很少这样做 这个叫鸽渣 这本来是一个北京的街头小吃 用那个豌豆茸切成一块块 然后继续炸 好我想尝一下这个 你要尝 好 谢谢 怎么这个是要蘸糖是吗 可以蘸可以不蘸 嗯 这个好像味道非常的绵密 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油的香味 我觉得很好吃这个 还有很浓的这个蛋味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知道这边刘家厨房之前拿过米智莲的异性 所以我想请问你为什么要在湾仔开这家店 因为我觉得湾仔是一个非常有那个生活气势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尤其针对反地人做他们喜欢的菜 搬到湾仔来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湾仔一直是一个饮食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到湾仔来就希望大家一起建立一个更好的饮食的气氛 所以说在湾仔其实做餐厅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对啊 在湾仔区的西端还坐落着这样一个被称为湾仔厚花园的小街区 这就是文青集中地日月星街 街区名字的来源是三字经中三光者日月星一句 这是因为18世纪末香港最早的发电厂就兴建于湾仔 取名时便花用这句 取发电厂能为街头带来光明之一 我很喜欢来这里散步 看着街边小店的吧台旁 各种各样来自不同国家的面孔 仿佛也被他们的闲适和自在感染 脚步也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铜锣湾是湾仔商业最发达的地带之一 这里摩天大楼林立 随处可见穿着时尚的本地人来这里大肆购物 我也不例外 每次与朋友来这里逛街都停不下买买买的手 一直到大包小题才会尽兴而归 夜幕降临 迎着高楼大厦间赤热的风 望着川流不息的车巢 与身边匆匆的行人擦肩而过 湾仔的存在正是香港这座城市多元共荣的体现 而作为97年出生的新港漂 我的成长也伴随着香港回归以来的发展 如今当种种姻缘机会 我踏上香港这片土地 也由衷地感受到包容与自在